IDA回归新曲NUD在今韩流打歌节目 一夜中心中拿到自己的第十个打歌意味 追凭自己此前逐打歌火花保持的十冠记录 很难想象在韩流连续停播打歌节目的情况下 IDA的新曲依然能拿到十个打歌意味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上升 只能说今年的IDA不可阻挡 作为韩流唯一的自作曲影团 他们完全用自作自唱的方式 横扫了韩流的各大愿望 韩流的各个节目在介绍IDA的时候 都将他们称为是韩流最强概念团 他们的概念从来不是留意表面 而是能真正的体现在曲风和思想中 就像他们不玩和此次的NUD 要知道韩流播主在做这两首歌的反应类 视频的时候都被吓到了 因为敢这样去玩概念的只有IDA 他们也算是不破不理 不知不觉IDA已经发歌有一个多月了 但NUD依然高居韩流各大音乐榜的强两位 这也是他们能在今天拿到 一夜中心一位的原因 三大的打歌一位 IDA现在是说大就大 小编知道现在都觉得不太真实 但事实就是IDA真的崛起了 而且还是在2022这个女团盛世之年 崛起的 做他们的粉丝真的太幸福了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讨论